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呢开始数据结构与算法第五章数的学习 数这一章呢我们总共花四个小时 也是两次课时的时间 我们期中考试就考到数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数的练习 那我们这个数的这一章呢 我们大概要讨论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呢数的概念 我们已经学过二叉数 对于数的概念呢 我们接受起来也是比较快的 然后呢就是数的这个链式存储 那么数的链式存储里面呢 我们实际上也包含了就是说数的基本的实现 那么数的概念里面呢 我们主要就是数的ADT 还有是数的这些周游啊 这些基本的运算 那么数的它的实现方式呢 最主要的也是链式的存储 是最自然的实现方式 另外呢我们会要讨论一下数的顺序存储 数的顺序存储呢 我们有同学觉得它不重要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个数的顺序存储呢 它不光是包括了数的存储 它实际上等价的这种二叉数的存储 也在这里讨论了 因为这个顺序存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把你这种比较不是线性的这种结构 对吧 我们这数是这种层次的结构 把这种结构里面的这些内容 还包括它结构本身都存储到外存里面 要存储到外存里面 我们大家知道外存呢 它本质上就是线性的 就是文件啊 本质上是线性的 因此你必须把它顺序化 因此这个数的存储的意义主要是在这儿 它真的是很实用的 实际上我们同学 比如说你要是debug游戏问题了 你下次恢复不了这个环境 你可以如果你存储 能够把它存下来 你可以把这个环境给保存下来 然后呢 下次上机的时候呢 再恢复出来再来调 那KX树呢 就是树的一种简单的扩展吧 那么实际上是应该说 跟2X树也有点可以类比的关系 那么这里其实我们不是重点讨论的内容 从这个树来说 树的概念 首先就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树的定义 那么树的定义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很简单的就扩展到森林的定义 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树和森林呢 它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可以对应过去 那么这森林呢 跟2X树呢 它又有一种一一对应的一种映射关系 那么这种映射关系呢 使得我们在讨论树的存储的时候 树的运算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是类似于2X树来运算的 因此我们说2X树我们必须先讨论 2X树是一种非常基础的东西 好 那在讨论了这个树的数学 一些特性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它的抽象数据类型了 那么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然后基于这个抽象数据类型呢 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树的周游 那么大概树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这些吧 那么树形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一种 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呢 我们往往把根放在上面 因为这样根是最重要的一种节点 对吧 那么从这个根往下面呢 你可以搜索到它其他的一些止节点 那么因此呢 计算机一科学家呢 他觉得如果是还是按照自然界的这种树 把根放在底下来走的话呢 看起来不是那么醒目 把它放这样倒挂是比较好的 这个跟2X树也是类似的 对吧 那树的结构真的是倒挂的这样的树 那么这种树形结构的话呢 我们知道在自然界里面呢 可能它有的地方 它可能要严格的区分 这些指数的顺序关系 对吧 但是在我们的这里面呢 我也可以是区分 也可以是不区分 对吧 但是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喜欢 区分它的顺序 也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 A这个数 它的止节点 那么它第一止节点呢 是 B 第二止节点是 C 为什么我们说区分好呢 因为区分呢 使得我们的很多运算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去看 我们在习题里面也有 你如果说不区分 止节点的 不区分止节点顺序的 这些运算 反而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我们在计算机里面 我们的处理的顺序 对吧 就跟我们的存储的顺序 可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在 数据结构里面 我们往往讨论的是 区分止节点的顺序的 实际上这就是有序数 对吧 那么数呢 在图论里面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就不再讨论它的一些 特别的内容 比如说 你想象一下 我们把任何一个节点 我们把它当做根 然后你把它拎起来抖一抖 把它放在这个最上头 是不是它也是个数 对吧 那么那个就是一种自由数 或者叫做无根数 它每个都可以当根 每一个节点 对吧 那么这些特性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 那么数的 你看数的这个 它的节点和边的关系 的这个性质呢 跟二叉数还是类似的 它如果有n个节点的话呢 它一定是n减一条边 对吧 而且所有的节点 都在这个结构里面 它没有其他的 在分离出去的一个子结构 对吧 它们都是连通的 然后呢 这个边数比节点数少一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是 区分它的这个根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有像 这个像的话呢 就是从这个根 对吧 往这个树叶的方向 当然你也可以 另外反正的定义说 从树叶往根的方向来 最后会总到根 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种像呢 比较明确 因此呢 我们在画树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不画它这个 它的这个方向 对吧 我们假设就是从根到叶 的这些方向 好 树的逻辑结构呢 这个特别符合 在图论里面 这种定义 也就是说 这个节点 集合和边的集合 这样定义的关系 对吧 那么这个 它的 其中有一个节点呢 是比较特殊的 叫做根 它没有前驱 对吧 那么 除了根以外呢 每个节点呢 都是有 而且只有一个前驱 好 这就是 这就是把它的这个 逻辑结构的关系 给定义清楚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每一个节点 它都能够从根 到它自己 都有一条路径 对吧 这个就 给它定义清楚 当然树还可以 用其他的方式来定义 我们树上 也给出了另外一个定义 那么树的逻辑结构呢 你如果给出一个 节点集合和 关系的集合呢 你实际上是可以 把它画出来的 而且这个是 有像的 对吧 你可以看的是 从什么方向来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A呢 它大概是树根 对吧 这是树的这个定义 那么树的表示方法呢 因为人来说呢 你要是给我一堆 这个数学的这个定义啊 还有像我们刚才的 节点集合 关系集合 这样的 东西呢 我们人在形象化的思维方面呢 就没有发挥优势 因此呢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图示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来思考 对吧 帮助我们来理解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树形结构的 这样的 就是图论里面这种结构 就是节点和边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边呢 实际上是有向 但是我们不画它的方向 那么这是图论里面这种树形论 这个表示图形表示方法 那么还可以用集合论里面的这种 集合的表示方法 因为树呢 它是这种 比较 就是它没有那种交叉关系 它都是嵌套关系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表示 当然这种形式来表示 其实我们不太常用了 对吧 前面那个图论的那种图的表示方法是最常用的 还有呢 我们可以用 outlook的这种表示方法 那么这样的也很醒目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你想象一下我们书的目录 对吧 其实是用这种牵套层次的表示 而且还有我们那个程序设计的时候 我们的这样的结构的牵套关系 对吧 就是if then else 或者是while这种结构 它不同的这个结构的牵套层次 我们也是用这种表示 对吧 而且那个结构牵套层次 如果你没有那种不良的构图语句 对吧 你都是用的 尽量的用的if 然后while这种选择结构 然后还顺序结构 另外还有一些 那个函数调用结构 那么你的程序呢 也是不会错乱的 也是实际上是量结构的这种 你看你的大括号是 牵套的比较好的 对吧 就是这样的结构 还有呢 你像这些我们说的这个结构 这种表示形式 你看 这种表示形式的话 其实当我们做作业 要求你打印出你的这个树的结构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这种结构来打印出来 那TA一看就清楚了 对不对 比如说他给你一组测试数据 经过某些运算以后 得到的是一个什么结果 然后他这个结果呢 这时候的数可能跟原始的那个数不一样了 然后他要求你把这个结构输出来给他看 他总不能够跟着你去debug来调试 对吧 你得把这个结果显示给他 当然如果是那种图形表示的形式的话呢 有可能就是说 你要用一些那个MFC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图形界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就比较麻烦 如果不是图形结构的话呢 那么如果你只学了那个Cout这种 简单的这种文本的输出 那么你就输出成这个样子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上级题的要求里面 已经说明了 如果只要你的结构很好 你的方法思想不错 然后你的注释也不错 报告齐全功能也都是对的 然后你打出这种字符界面的结果 也是能得满分的 对不对 我们并不要求这种图形 当然你如果用图形界面给助教看 当然他首先他的这个印象分就高一点 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跟那个奥入表结构类似的 这实际上在图书书目里面是这样的 然后大家如果去查ACM的论文 ACM他不有那个Digital Library 他有一个他把他的那个论文的话 摘要啊题目啊作者啊都已经列出来 对吧 然后ACM他有那个计算机的这种 他的一些领域的分类 那么他那里面呢 分类的话他也是这样的 就是几点几点几 他叫H点1点1 那像那个信息类的好像就是 我大概记得好像是H 对吧 那么他就是以这种形式来表示 这种这是叫做度微时间之表示方法 那么这种用点来分割 就是很好的一种表示方法 对吧 而且我们想我们的这个IP地址 好像也是有点这样 对吧 我们的域名也有点这样 对吧 用这个点来分割 那是签套的这种层次的这种关系 另外呢 还有我们可以 实际上你可以如果是说 把那个文字图 你把它那个圈 然后你把它变成括号 或者说你把这个括号变成圈 你就是签套括号的形式 把它变成文字图 你可以去对照一下这种形式 对吧 这种形式有什么好处 这个形式有什么好处 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给你一棵树的定义 我要请你按照我这个格式读入 如果我给的那个是好的 就像我们给的那种表达式的形式一样的 如果它的结构是良定义的 也就是说签套括号是匹配的 那么你真的可以给我在内存里面 恢复出一棵树的形式 对吧 同时呢 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用处啊 如果说你 这个树你是调到一半 然后你明天呢 还想接着在这个数据上头呢 继续进行调试 那你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放到那个文件里面保存的 然后下次再恢复 对不对 这个也是 它实际上是一种顺序的表示方法了 最后少一个优惠号 接后面 我们教材上就少了吗 这个应该是从教材上头直接超过来的 哦 有 对 这 这同学眼睛真是够尖的 好 那我们 大概你要注意就是括号的匹配 对吧 正好配对 然后呢 没有那种跨越的 对吧 它都是嵌套的 严格嵌套的 那就对了 好 那么数的定义呢 我们刚才讲过一个定义 那个定义的话是 符合一种图论的这种传统形式的定义 我们另外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化的这种方法来定义 这两个定义是等价的 对吧 那么我们标示出一个根的节点 然后呢 再把这个根呢 它这个 就是说 它是不相交 不相交就 就表示它是两千套的 对吧 它没有这种交叉的这种关系 不相交的这个子集 这些子集呢 就是这个根节点的指数 那么这就是一个地规的定义 用这个地规的定义呢 那么我们可以用来 用这个地规性质 我们可以来完成一些运算 对吧 我们知道二叉数也是一种地规定义 而且二叉数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用图论的那种形式来定义呢 还不好定义 对吧 因为二叉数它还得规定说 它是它的左子数和右子数 左节点右节点 对吧 好 这两个定义等价 大家看到数的两个定义是等价的 数里面的概念呢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二叉数 所以这些概念是比较类同的 对吧 它跟二叉数不太一样的呢 就是二叉数里面呢 必须要区分自己是负节点的左子节点 还是右子节点 那么在这个数里面呢 它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说左子节点和右子节点的说法 但我们这里呢 我们没有去规定它的这个序 对吧 你可以看我们这些概念里面 没有说序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隐含着 有个序的概念 就是如果我们是有序数的话呢 它是负节点的第一子节点和第二子节点 第三子节点 这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序呢 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序呢 就是因为我们计算机存储它有顺序 存储顺序呢 可能我们处理的时候 我就按照这顺序来就好了 如果你非得要把我这个存储顺序说 我跟你这存储顺序无关 我不是有序数 我是无序的 哪个他们的这个位置 是在什么地方 没有关系 没有第一第二的关系 都是等同的 就像基督教里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拜都是上帝的儿子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就我们在运算可能更麻烦一点 那除了这个 就是说除了这个 说左子节点 右子节点这个关系以外 那么在这个树里面 它的这个 如果你就是有序的话呢 它没有关系 第一子节点 第二子节点 它没有说第一子节点空了 我这个树没有第一子节点 只有第二子节点 它没有严格规定这个 那如果说严格规定第一第二 那么那个就是K叉数 就是跟二叉数的那个扩展 K叉数 好 那么其他的像父节点啊 兄弟节点啊 还有祖先啊 子序啊 这些关系 我们就都还是跟二叉数的类似 对吧 那么兄弟的话 如果我规定这个序的话呢 我们往往呢 就会要规定 我是父亲的第一子节点 第一个儿子 然后呢 这个我的下一个兄弟 就我的 我紧接着我下面的这个弟弟是谁 这个他得要规定 就是说下一个兄弟 那么我也可以规定说 比我大一点 就是就紧在 挨在我上面的那个兄弟是谁 对吧 有这样的规定 然后这个规定的话呢 如果我们对于有序数来处理呢 这个是很很必要 而且很重要的 那么树叶节点 跟二叉数里面也类似 他没有子节点了 对吧 除了树叶节点呢 那其他就是分支节点 包括根 他自己也是一种特殊的分支节点 然后呢 这个度数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节点的指数的个数 实际上就是这个节点的粗度 我们如果是用图论里面来看 就是他的粗度 他入度呢 都是一 对吧 然后就是层数和高度啊 什么这些定义 还有你也可以定义宽度 你甚至可以定义宽度 对吧 也就是说 同一层的这个节点 就是他们从根到自己这一层 经过这个层次 他的最大的子节点数 你如果要这么定义的话 也是可以定义的 对吧 好 这个都无所谓了 所谓的高度啊 什么宽度啊 什么这些东西呢 深度啊 这种定义 大家都不用担心 不要害怕二一性 这考试的时候 应该是会给出你明确的定义 对吧 我们不会说 在这里来考你书上定义的是什么 然后把书上哪一段话 给我墨写下来 大家不会考这样的形式 对吧 好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程度 程数呢 我们往往比高度呢 我们可能要小一 对吧 我们高度的话 一个读根的这个数 我们认为它高度是一 对吧 那读根的数呢 我们认为它的这个 这个乘数呢 是零 这样的 好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有叙数 对吧 就是说如果是指数的顺序有关系呢 那它是有叙数 而且我们其实讨论的更多的是有叙数 我们教材里面 其实缺省的都是对有叙数来说的 树和森林的关系呢 其实呢 很简单 我们这个树 如果把根节点去掉 如果它有几个指数组成 那么这就是森林 也就是说有几个 连通分支 每个连通分支都是树 这样它就组成了森林 而且森林我们也是 在这里呢 我们讨论第一树 第二树 第三树 我们也是有序的 我们往往讨论都是有序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森林 假设我们看 看这个 你看 这就是两个 两颗独立的这个树 对吧 互相都不交叉 好 但森林跟树呢 你也可以很快的找到对应关系 你假设 把这个森林 然后上面呢 加一个上帝节点 对吧 那么 这个一个隐含的这个节点的话呢 那么就把它捅成树了 是不是 所以你去掉树的根 它就成了森林 然后你把这个森林呢 上面再加一个这种隐含的这个节点 又都成了树 对吧 所以这个对应关系太自然了 我们的运算也可以说 几乎都可以类比过来 没有什么差别 不需要去专门为森林 而设计特殊的算法 你如果是说 要为树来设计特殊的算法 就你要编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只能对树运算正确 对森林运算不正确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么这个算法呢 反而比那种通用的 就又对森林正确 又对树正确 反而比那种的要麻烦一点 这个可以给大家例子 不过我们课堂的时间有限 我想也没有太多意思来讨论这种无聊的事情 所以不讨论了 好 那么森林跟树 我们刚才说了很简单的对应过去了 对吧 那么森林跟二叉树呢 也有比较简单的对应关系 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把这个森林 跟二叉树来对应 首先我们就是说 要把森林转成二叉树 因为我们前面二叉树讨论了那么多 自然我们就想借用一下二叉树的概念 我们来表示我们的森林 对吧 那这个呢 首先我们是规定森林呢 是有序的 就不是说无序的 那么我们把它的同一层的 这个 而且我们认为是同一层的这个亲兄弟 也就是说他们父亲是同一个 这样的节点 然后呢 我们给他连起来 你看这个方向 他因为有序嘛 也是这样的 同一 这个 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一边是亲兄弟 也就是说 你要堂兄弟就 不要去再再去拉扯这个关系了 对吧 比如说E和C是堂兄弟 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 因为我们他们的父亲都是上帝直属的 对吧 直属于上帝的 好 那么 把他们亲兄弟都连起来 你知道这个技巧呢 你在考试的时候也有用 你先把亲兄弟都连上线 连上线以后呢 那怎么办呢 这个就已经不像二叉树了 这个边数太多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再观察一下 你哪些线是多了的 哪些线是多了的 也就是说 哪些节点 它的入度是2了 对吧 我们二叉树里面也是 除了根入度是0以外 其他的入度呢 顶多是1 对吧 正好是1 那么 你想 我刚才拉出来的线大概是有用的 那么我们把这种 多余的这些线呢 我就去掉 这个大家画一下叉 对吧 画一下叉 这个呢 是它的入度为2了 画一下叉 这个也画一下叉 对吧 那你再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了 那么你看 我们画叉的都是什么 都是就是说 父亲的这个节点啊 他可能拉出一些子节点来 对吧 就是我的这个亲兄弟节点 除了第一个长子 他跟父亲建立一个直线的联系以外 原来那些跟父亲建立直线联系的 那些线呢 都得去掉 我现在只保留这个长子跟父亲的这个关系 那么我这些兄弟们怎么办呢 兄弟们由长子 他带一个底下的一个兄弟 第二儿子 然后第二儿子呢 去带着第三个儿子 其实就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这个关系吗 那这个这个呢 有点像咱们农村里面啊 就是打个不太恰望的地方 也许现在改了 那么那个生 比如说七八个孩子 然后呢 这个父母呢 可能就带着第一个 尤其第一个孩子是女生的话 那更少 然后后面这个三四岁的这个女生 就要抱着一岁的弟弟 对吧 然后这个弟弟又长大了 再去抱那个 那那父母的话呢 他就管了这一个 其他都是这些兄弟们给带起来的 对不对 经常有有这种现象 这个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大家记住这个 记住这个原理的话呢 你大概森林跟二岔树的转换就不成问题了 那么森林跟二岔树的转换呢 每届考试的时候 都还是 并不是说正确率百分百的 还有相当多的人 可能百分十左右的 就咱们北大的学生 百分十左右的 可能会要犯点错误 这个错误有可能他是 因为一下子疏忽了 什么地方线没连对 或者怎么样的 对吧 那么 如果说你还转换不清楚的话呢 那没有关系 你来周游一遍 你来周游一下 对不对 而且如果说你周游 第一种周游的形式 周游不好 你再可以两种都一起来周游 那么这个周游怎么样呢 我们在后面 我再给大家提一下 那么同样的话 我们就 要把这个二叉树转成森林 我刚才说 二叉树转成森林 是吃饱了 没烧干 但是没办法 因为你 你把森林转成了二叉树以后 在内存里面 你就 你就这么存储了 你就要求我这么做了 那么因此呢 内存里面的这个二叉树的话 对于你来说 你还要明白 它的 在森林里面的这个 与一含一关系 对不对 比如说在二叉树里面 它很简单 比如说F 它的这个负解点就是E 就是谁给它拉了一条链来 就这个就是它的负解点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转成了二叉树的这种森林 它实际上是森林 不是二叉树 只是借用你这个二叉树的 这个形式来表达它森林的内容 那怎么办 那么 这个F的负解点 大家知道是哪吗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不对 是D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这个呢 有一个诀窍 就是说 你顺着 这个每一条右链 你总是可以顺过来的 对不对 顺着这个右链 顺着这个右链的第一个节点 这个你不用管它 因为它长子 它比较独特 它的地位 那么以前的这个国王这个王位的话 应该是传给长子 后来可能慢慢的 也可能在这里面挑几个优秀的儿子来传 现在来说 我们假设还只是传给长子 他所有的这个资产都传给长子 长子爱把他的财产分给一部分内容 分给底下的这些兄弟呢 那就分 如果分得不好呢 有可能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这种宫廷的内乱 这种儿子之间的残杀是很厉害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不管他怎么分 那么首先呢 他他还得要负责 比如说这些孩子们跟父亲呢 要建立一个联系的时候 那么顺着这个右链 你就看 这个最上面的这个 他是长子 这个右链 就任何一条 你看他是个纯净的右链 就是他上面 他没有没有再有一个节点给他拉着右链了 然后呢 你把这个呢 就是说他的负责点 肯定是这个是长子这个负责点 这没问题的 然后呢 你把这个整个这个右链 其他的这些孩子们呢 就是他 实际上他的兄弟们啊 都跟这个负责点的拉上这个关系 对吧 就恢复了 看清楚了吗 然后呢 这里还有哪一个是这个右链的关系 这个右链 你看这就就这里就三个 这个A和D还是呢 A和D实际上他 这个可能是要再拉 这个拉出来是谁 我们刚才说了 是我们家的一个上帝 好 那么这里呢 B和C还是个这样的右链 你把这个右链都理出来 对不对 把右链都理出来 跟负责点拉上 好 这个拉上以后也是 你也可以看出来 哪些节点 他就多了 那个入度了 对不对 多了入度了 你把刚才这个右链呢 给去掉 你现在直接的跟负责点 给拉上关系了 把多余的去掉 就完了 这是 这个技巧呢 必须要 要清楚 要掌握 对吧 那么 现在我考大家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在 表述为森林的 二叉树 对吧 这个二叉树 它在内存里面 但它实际上是森林 对吧 刚说反了 表示为二叉树的森林 对吧 那么它的本质呢 是森林 对吧 那么 它的这个 呃 每 某一个节点 它的那些 指节点 也就是它的指数根 是怎么找 给你这一个 我给你个节点 比如给你个节点D 它的指数 所有的指数 你都给我找出来 告诉 告诉那个TA说 哪些是 是怎么样 下降到左边一位 然后顺着右链 全给拽出来 就行了 对吧 这个 大家看起来现在还很清楚 那个比较 呃 清醒的 能记住这个事 到考试的时候 如果出这个题 很多时候就是都是在处理右链 你可以看到 处理这个右链 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关键的 因为就是把它的 这个指数啊 全都给找出来 这个是 我们二叉树 呃 来表示的 这种森林 那么在 它的运算里面 特别核心的地方 你一定要记住这条右链 这是一个 兄弟链 对吧 这条兄弟链 非常非常重要 由长子领头的 这种条兄弟链 对吧 那么这是森林与二叉树的 等价 认识 对吧 那么这里呢 教材上我们有 森林到二叉树的 这种等价的 这个转换的 一个定义 对吧 然后怎么样去划分 它的这个 多指数 然后哪一部分 剩下的就是 它的幼子数 那这个定义的话呢 也不要求大家 去死基硬背 对吧 我们一般 很难去考这个 我们要考的 灵活的这种上级题 算法题 还考不过来呢 我考这个 一占就占掉五分 实在不合算 所以一般 不让大家去 背这些概念 那么但是 从这个概念里面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很重要的 一种处理的思想 其实就是说 把这个 森林呢 你可以按照 这种地规的形式来处理 你把它当作 二叉数一样的来处理 对吧 那么就是说 它的 如果是空的话呢 那是它对应的 这个二叉数 同时 也是空 对吧 那么 否则的话呢 如果是说 多于一个节点 那么所对应的 这个二叉数的 根呢 就是它的 这个 T1的 这个根 就是原来这个森林里面 最左边的那个根 然后呢 它的 左指数呢 是什么 左指数 实际上 就是T1 那颗指数 对吧 然后呢 它的右指数呢 是 剩下的 那些数 就成为它的右指数 大家去看一下 实际上 你看这个 等价兑换的 这个 这么一个定义 然后你再去想想 这个 它这个图 其实就是这样的 对吧 你可以看 你看这个 这个T1指数 实际上是这样 然后呢 剩下的呢 就是 右指数 T1指数的 它是A的 这个指数根 这里 就是 构成了 它的左指数 对吧 而你这么看的是 这样的 那么你其实 你可以再去看 你如果是说 森林这里是由 三四个 这样的 树 来组成的 你可以看到 一个个斜躺着的 这样的 一个个的 这样的结构 也就是说 你从 整个这个 二叉树 表示的 这个根结点的 右链 拉出来 一片一片的 它们这么来 躺着构成的 对不对 这么斜着的 所以 这是你来观察 这个 森林的角度 我们这 课呢 会要带大家 再来观察一下 好 那么 说完了 它的这个数学的 这个含义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 抽象数据类型 这抽象数据类型呢 跟我们 二叉树一样 它要分两层 来定义 一个就是说 森林结点 或者说树结点 我们这里 森林和树 我们有时候 混着说了 因为没有关系 它是完全对应的 一种形式了 对吧 好 那么 首先呢 是这个节点 你要定义一下 对吧 节点的话呢 那么 你就可以 看得到 我们刚才 为什么使劲的 在说 森林跟二叉树的 一个对应关系 就是因为呢 实际上 我们对于 森林这么一个 大的这个结构 你让我怎么来 组织这个关系 从这个 我的ADT的定义来说 我就不是特别 好描述 不是特别好描述 那我们在借用 二叉树里面的 这个思想 对吧 那我们每一个节点 在二叉树里面呢 它只要管了 它的左右指节点 每个节点都这么管 从根开始 那么整个这个二叉树 就已经定义好了 就管好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森林里面呢 我假设每一个节点 我管好我的第一个儿子 就像我们说的农村里面 那个带小孩的 这种关系 我管 我管好 我带好第一个孩子 然后第二 第一个孩子呢 他去带第二个孩子 那再往底下 再去带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现在每一个 每一个节点 他只要管什么 只要管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和自己的右兄弟 你想一下 对不对 只要管自己的右兄弟 就管好了 整个是个森林就管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因此我们在定义他的ADT的时候呢 我们就最重要的就是他的 left most child 也就是说最左的就是第一个孩子 那有的教材也喜欢说成 first child 也可以 对吧 然后呢 他的右兄弟 right sibling 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所谓的跟这个值啊 取值啊 还有设置这个值啊 有关系 还有就是说 这是返回这个孩子 对吧 我也可以设置 对不对 我也可以设置这个孩子 对吧 这个子节点 然后也可以设置 兄弟节点 对吧 而且我们可以再说 某一个指数 他整体的加入进来 作为一个子节点 对吧 那么我们因此可以再添加一些其他的 总体来说 这个后面这两个呢 是只附加的 我不需要这两个 没关系 但前面这个 left most child right sibling 还有就是value取值 是最重要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 因为我们是以ADT的形式 对外提供服务 那么我们就希望 你对我这个左指节点的修改 和右兄弟节点的修改呢 也是通过函数来进行的 因此我们再多设两个函数 对外敞开的 这种函数 还有像set value 你要想修改我这个值 我也暴露出这样一个函数 其他这两个就无所谓了 你根据需要来定义 那么从定义好节点以后呢 整个这个数其实就很简单 其实我们在二叉数上 数都是它的节点定义 反而更麻烦一点 那么对这个 整个这个数的定义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我 创造这个根结点啊 来取这个根结点啊 还有判断数是不是空啊 这都是一些很虚很空的东西啊 都要通过我们的数节点的那些定义 然后再来实现的 对吧 还就是说 找负节点 另外呢 我们为什么这里定了一个 找他的 他的pre-sibling 他的上一级的那个兄弟 而不定义那个 那个他的下一级的兄弟呢 因为我们那个结构里面 就已经定义好了 下一级的兄弟 对吧 不需要你再多一个 还有就是删除这个数啊 另外就是我们的周游 周游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里定义的话呢 我们有三个最重要的周游 一个是先根次序周游 第二个是后根次序周游 第三个呢 就是说广度优先周游 这是我们的周游 好 那么先根后根 还有广度 那我们同学会想 为什么没有中根 那我们对应到二叉数里面 因为你这个中根 你没有意义 或者说你不好定义 但是呢 我不是说 一定就不能定义 假设你将来 你的应用就是要这么干 比如说 你定义一种中根顺序 是怎么来定义呢 先周游 他的这个第一指数 然后呢 访问根 然后再访问其他剩余的指数 这个也是一种中根 你说它先根吗 不是 是后根吗 也不是 因为你特殊的 假设你的应用真的要这么干 你就这么定义 无所谓 但是最常用的 最常见的是先根后根 没有中根 好 那么这个先根周游呢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先讲一下 对吧 那么我们说森林跟树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 那我们在森林里面呢 就是我们先先根周游 第一个 第一个指数 就第一个数 这个森林里面 在先根周游第二个 在先根周游其他的 这就是先根次序 那么在周游具体到一个数里面呢 它还是跟刚才一样 地规则来看 对吧 那么是 就是先访问这个根 然后呢 在先根的访问 它第一个指数 先根的访问第二个指数 先根访问 最后往地下走 对吧 因此这样的顺序呢 那么在这个先根周游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呃 E J K L F G D X I M L N 一模一样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模一样 因为它是正好是这种对应的关系 那么后根周游呢 就跟刚才先根是不一样的呢 就是说 它首先呢 要去访问它的 呃 第一个指数 再访问 第二个指数 然后顺序访问到最后一颗指数 访问完了以后呢 再去访问根 对吧 那么这个后根我们可以看到 是J K L E F G C X I D L N M 然后我们再看它等价的这个二叉数 里面你看 它刚才是什么 它刚才是J K L 我们再看这边 再来对的这个 呃 J K L E F G 哎 你看 跟我们二叉数的那个后根是对不上的 看 我们有同学已经看出来了 是它的中序 它的中序的形式 对吧 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是中序形式呢 就跟你那个转换的时候的规定有关系 是不是 你规定的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一片 包括这个根结点 本身 在这 这一片呢 是它的第一个指数 这个第一个指数的话呢 然后呢 你可以看 呃 因为我们这是呃 中序的形式 对吧 那么呃 我不是 它这个这个不包括 就是 这个是 它的那个 呃 哦 对 这样 这个对于C来说 这是第一个指数 这个是第二个指数 这是 第三个指数 对吧 因此 周游完这个指数以后呢 在 周游 C 对吧 这是后根 然后后面来说呢 这个这个D指数 和M指数 在它其后来周游 就是因为你在转换的时候 你就是这么来干的 对吧 就是说 对于这个呃 二叉数的这个根结点来说 它的这个呃 左边的这个指数 内容 是他原来 这个根结点 它所在的 那一个 数 对吧 除了 他自己这个根以外的 对吧 其他指数所构成的这个 森林 对吧 是这样的形式 所以你周游完这个 再周游他自己 啊 这是你的定义的 这个呃 先跟呃 这个后根的形式 然后呢 再按照这个形式去访问 其他的这个指数 那么显然就是跟二叉数里面的 它的一个呃 中序的周游是 等价的 好 那这是我们 跨分的 这样的呃 就是说 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我们呃 如果是说 从根 结点来看 顺着这个二叉数的 幼链 然后画出来的 一个个这个鞋 躺着的 那么就是原来 对应的森林里面的 一个个独立的这个树 对吧 那么就这种观点 那么这种观点呢 在我们后面周游的时候 也是会有影响的 好 那么我们讲完这个 先跟和后跟的周游 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是要来 看一看 这个先跟和后跟周游 它怎么来实现 对吧 那么 呃 对于这个 先跟周游来说 哎 我们是不是 可以看着 如果你从这个呃 整个这个森林的实体来看 对吧 我们是这样一片一片的 过来访问的 这个对先跟和后跟 都是同样适应的 对吧 然后呢 你再来 呃 看这个 整个这个周游的实现 对吧 那我们 我们同学呢 可能会想 先跟周游 就跟二叉数的 它的前序一样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这样来定义 你看啊 就是一个 就是那简单的 那四条语句的 就 if那个root是空 就return 对吧 否则的话呢 是怎么样 先跟的周游 它的first child 所代表这一个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先跟周游 它的right sibling 因为right sibling 它还往下头带呢 所代表这一个 是不是可以了 如果你这么去写 肯定是可以的 明白吗 肯定是对的 没有问题 那么你的观点 就是这样的观点 就你把这个 就你来看 它的这个形式 你是这么来看的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 啊 森林呢 你是这么来看 我们现在实际上 是对着二叉数看 但是你随时要想 它是森林 对吧 那么 也就是说 你把自己先 这个根呢 先独立出来 然后呢 你知道 你的左指节点 所代表的那个呢 是除了你自己以外的 那些 你原来所在的 那个指数里面 把自己去掉以后 那些就成了森林了 对吧 它们剩下的那些 节点 是这个 啊 然后呢 下降到右边 你这边都访问完了 下降到右边 那一层 这里呢 地呢 它又成了一个根一样的 从它的角度来说呢 也像你刚才 这样来考虑问题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你这是 这一层考虑完了 然后下一层 我再来考虑的时候呢 我们假设 换一个颜色 蓝色 那么它也是这样 它先访问自己 然后呢 先跟着访问自己 那个所在的 那个树 它去掉自己以后的 那些死的树 所组成森林 对吧 然后后面的这一串呢 我不管 底下你再去 你这 那个 我的下一级兄弟 再去处理 它是这样的形式 来化解的 对吧 这就是 这种形式 另外呢 我们 也可以这么来看 对吧 我们怎么看呢 就是说 我 先跟着访问自己了 因为先跟嘛 我知道 我这个自己 是第一个被访问到的 然后呢 我先跟着去访问 这个 我的左指节点 所代表的 那个森林 我去访问 这是对的 访问完了以后呢 我这个下降到 我这个右兄弟节点 对吧 下降到 我这个右兄弟节点呢 我不是刚才那个地规的形式来做的 而是借用我刚才那个循环 那我现在下降的这个呢 也就是说 我这里呢 对于我这个右链啊 我 建立一层循环 我是说 从我这个根节点开始 顺着右链 一个外耳循环处理 当这个右链不空的时候 当这个右链不空的时候 我都顺着来 明白吗 然后呢 每一次只处理 我是先跟着访问 这个当前我访问到的这个根节点 然后 不 就是访问吧 不用说先跟的 因为它就一个嘛 对吧 好 然后呢 先跟着访问这个节点 所指出来的 那个 first child 这个链 所代表的这个森林 对吧 然后呢 循环到下一集 下一集是我的这个 右边的right sibling 这一集 我下降到这个 然后呢 还是按照我那个循环来处理 这样来处理 这种观点 对吧 那么这种观点的话呢 写出来的 就是我们教材上的这个形式 你看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就是说 我 这个不空的时候 对吧 那么我们呢 访问自己 然后呢 先跟着访问 就是地归的访问 我这个right sibling 所代表的这个森林 然后呢 我这个root呢 下降到下一集 right sibling 下降到这里呢 它又会去重复这个循环 是这样的形式 对吧 应该说呢 这个形式 比我们刚才说的 就套用二叉树 那个模式呢 它是更像森林一点 从这个概念上来说 更像森林一点 那个呢 是不太好的形式 当然也不能说你错 你要是习惯那个 你接着用 也没关系 那么后根呢 就类似 对吧 后根也是类似 我们也还是这样处理 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说那个 二叉树的那种形式 如果 尤其是这个后根 你用二叉树来说 你就要注意 你是用它那个中序的形式 中序的框架来写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对这个后根来说呢 我们就是 也是一样 我们顺着它的 那个 首先要访问 它的这个 头一颗指数 所代表的这个森林 对吧 所连出来的这个森林 然后呢 访问它自己 对吧 然后呢 下降到它 同层的那个 下一个兄弟 对吧 接着继续这层循环 就完了 对吧 那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回去想一想啊 我只是在这里提一提 你可以看到 这这两个结构 那么这两个结构 就是先根和后根 它都有一个特点 它这里面的 地规掉用语句 有几句啊 都是一句 那么我们原来 二叉树内里面 本家的那个 是不是都是两句 地规掉用语句啊 那么那一句地规 到哪去了 等价的这个循环 处理掉了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经常看到 包括我们今年 那个推荐的研究生 我们有一个比试 然后这个比试的话呢 其中是计算概论 然后操作系统 数据结构 还有理算数学 我们这四门功课 总共100分 理算数学40分 然后组成一个卷子 就这些推 推荐到我们系的学生 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了 然后我里面 写了一个框架 是一个 就是非地规的形式的 周游森林的这个框架 你想这个是不是 也可以用那个 我套用那个 把它搞成非地规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有同学在里面呢 他还给我写地规语句 大家想象一下 二叉树 你们也可以回去想一想 二叉树那个非地规框架里面 你再来两句地规语句成什么了 那这个循环转得 转得晕了 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理解那个逻辑 对吧 也就是说 你这里有了一个循环 你就取消了其中一个地规语句 这是地规的 就是这实际上呢 我们在地规的处理里面呢 有一种 就是叫做伪地规的消除 像中序和前序的二叉树周游 他们那个后面的一句地规 对幼子树的地规 它都叫伪地规 因为它是在尾巴上 那么在那个后续的呢 它那个visit呢 它是在后头 对不对 它是先 他是先pre or 的那个post or的 它的 左指数 在post or的 它的幼子树 然后在visit root 对吧 这是后续的作用 那么这个 那个后续作用呢 它就不能像这样的来消除伪地规 不能用循环来代替 大家去想一想 那前序和中序的二叉树周游呢 都可以消除伪地规 实际上是等价的这种关系 你可以去想一下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先根就等价于二叉树的 先序 前序 那么 它的后根就等价于二叉树的中序 对吧 这个关系 大家要想清楚 好 那现在呢 这个课到这儿 我们休息十分钟 大家要教本的同学呢 可以教本了 要零本的同学也可以来零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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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